- 大家安安,我是安生 接下來幾分鐘讓你搞懂邏輯的這個Kiss2Go鍵盤到底是否值得入手 在我想幫iPad mini找一個鍵盤的時候 在蘋果的官方網站翻來翻去 發現原來邏輯有出一款專門為蘋果產品設計的鍵盤 只好直接刷下去來試試看啦 能出現在蘋果官方網站的東西開箱體驗還有包裝設計通常不會太差 這些都是有嚴格規範的 包裝裡面除了鍵盤本體還有一條Micro USB充電線 說真的這實在是有點令人困擾 手邊已經根本就沒有其他裝置是用Micro USB了 不過很可能是為了讓鍵盤能夠薄到這個極致吧 當時會選的這個鍵盤有一個大原因就是看到他有附專用的架子 鍵盤本體和我想拿來搭配的iPad mini比起來大小小了一圈 這個Keyz2go主打的第一點就是很輕薄 是真的非常輕薄 厚度只有0.6公分 和iPad mini差不多 重量只有180克 比iPhone 13重一點 比iPhone 13 Pro輕一點 外殼是密封住所有按鈕的 所以非常好清潔 遇到桌上咖啡打翻什麼的也不怕 續航方面根據官方網站顯示 每天用兩個小時的話 續航力可以長達3個月 這個數字即使實際用起來需要打折 我覺得也是非常夠用的啦 再來說說這個鍵盤主打的整合iOS快捷鍵 第一顆按鈕就是Home鍵啦 單擊點下回主畫面 或是點兩下開啟多工都沒問題 再來是非常直覺的調整螢幕亮度 第四顆按鈕是顯示或隱藏鍵盤 這個在打字打到一個段落 需要往前檢視一下的時候非常有用 接著是iOS的搜尋功能 可以快速切換其他App或是Google找資料 再來就都很好理解了 媒體控制前一首歌播放暫停 下一首還有靜音大小聲 接下來這顆可以鎖定螢幕 然後是發現模式還有配對模式的切換 最後能檢查電池電量 但我想大家最在乎的肯定不是上述的這些 而是真正打起來的手感究竟如何 首先尺寸上比我現在搭配iMac的前一代Magic Keyboard小一點 根據邏輯官方網站上的數據 和現在的MacBook Pro一樣是剪刀腳 鍵程是0.12公分而已 這邊順便提供一下其他對比的數據 2012到2015的MacBook Pro 用的是0.12公分到0.15公分的剪刀腳鍵盤 2015的MacBook還有2016的MacBook Pro 用的是令人逗多的蝴蝶腳鍵盤 鍵程只有0.6到0.7公分 數據和設計在文字上看起來 似乎跟蝴蝶以外的MacBook Pro差不多 但是 聽他這個但是就知道不妙了 或許是考量到產品定位是好攜帶 必須以極致輕薄為首要目標 如果放在包包卻是像Magic Keyboard這樣粒粒分明 應該是相對容易不小心摳到按鍵就掉下來了 又加上把防水這個需求加上去的話 邏輯這個鍵盤等於是把單獨的按鈕都封起來了 所以即使數據和設計乍看相同 搭起來的手感我認為並沒有2015的MacBook來的好用 說真的2015的MacBook我用了4年 那個蝴蝶腳鍵盤不至於到真的非常難用 畢竟每一顆按鈕都還是分開的 只是變薄了 但是確實是需要去習慣的 我大概用了兩三天之後 也就跟Magic Keyboard一樣能夠全速打字 邏輯這個因為是全部包起來了 手感更不明確也更黏 即使用了幾天 誤數的機率還是高了那麼一點 特別是空白鍵真的要改變一下拇指的角度 不然很容易沒有按到就拖慢了打字速度 以下就來實際測試一下 這是我用一週左右 每天有稍微用一點用一點累積起來的狀態 測試方法是我打同一段文字 然後測量我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分別是多少 首先是MacBook Pro的鍵盤 手感和我用在iMac的Magic Keyboard幾乎相同 所以我就不分開測了 這段文字總共花了58秒 接著是這次測試的主角Kiss to Go 相同文字花費了69秒 實際測試的結果大約打字速度減少了15% 我自己是覺得還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但是 第二個但是 當連接的裝置是iPad的時候 我會遇到一些非常愚蠢的問題 台灣應該是以注音輸入法最為常見 根據我的使用習慣 如果在中文中間要穿插英文還有數字 我會在前後各打一個空白 並且使用半型的英文還有數字 使用MacOS只要按下Caps Lock 就可以輕鬆完成切換注音還有半型音數 但是在iPad上你按下Caps Lock之後 得到的卻是全新的英文和數字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極度反人類的設計 而且我Google了一下 發現這個問題已經存在很久 蘋果一直沒有修正 這個問題跟邏輯這個鍵盤是沒有關係的 無論你用任何一個鍵盤都是一樣的 即使是蘋果自家的Magic Keyboard也是 這是iPadOS還有iOS本身的問題 所以如果要穿插中英文 並且按照我這種嚴格的打字規範的話 用注音輸入法會非常痛苦 只能每次遇到就按好幾下鍵盤左下角的地球 或是伸出手指去碰一下螢幕 無論哪個方法都嚴重拖累打字速度 至於我自己的解決方法 因為遠古時代iPhone是沒有注音輸入法的 所以當時我就硬練的漢語拼音 到現在我用iPhone的虛擬鍵盤都是習慣用漢語拼音 所以這點對我來說問題不算太大 如果只會注音輸入法那就要閃死了 最後說一下購買建議 像我購買的考量只是偶爾在家臨時要修改文章 或是突然蹦出什麼想法要立刻寫下草稿而已 這種使用頻率不高的情況 我認為算上價錢還有便攜性是非常值得的 放在包包真的是幾乎沒存在感 而且搭配iPhone也完全沒問題 例價照樣可以讚 官方還有特別強調可以搭配Apple TV 不過因為比較新的機型可以用iPhone來完全無痛輸入要搜尋的內容 所以我個人是沒有打算用在Apple TV上 關於Apple TV我有單獨拍過什麼人適合刷下去的影片 歡迎點過去看看 至於搭配MacBook系列或是iMac長期使用的話 我認為並不適合 這種相對若有似無的回饋感長期用起來還是偏向不舒服 按下去比較吃力 而且誤助率還是相對高 所以建議就和官方明確的定位一樣 這是一個可以帶往任何地方的鍵盤 出門在外或是應急使用非常適合 定點的長期工作則不推薦 關於iPad mini 6 買來之後可以做什麼 我會再單獨拍攝一個影片 敬請期待